顾林肯会见苏杰生谈双边合作 加拿大被冷落中美无法缓和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为了美国和印度的关系 印太战略与中国对抗的大战略 加拿大的利益被美国无情的出卖了 加拿大此时此刻完全被世界孤立 但是这一切还能怨谁呢 本期节目主要关注布林肯与苏杰生双方都谈了什么 然后呢再点评一下加拿大 毕竟它不重要 美国政务院新闻简报 2023年9月28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华盛顿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问题 内容包括印度G20主席国的主要成果 印度中东关系创建 东欧经济走廊 透明可持续高标准基建投资能力 这是什么 即将举行的美印2加2对话 就是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国防太空清洁能源的领域合作 你看看他讨论的这些玩意儿 这些东西处处针对中国和一带一路 加上一个大包围网 太明显了 东欧 那东欧怎么个东欧法呢 芬兰 波罗地海三小只 波兰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到希腊 这是一条线 然后经以色列约旦 到沙特海湾国家 一直走阿罗马海到印度 这是什么 从大西洋经波罗地海 经东欧经中东到印度的 大包围圈 这个大包围圈 针对的是谁呀 俄罗斯 伊朗 还有谁呀 还有塞里斯嘛 对不对 这个大包围圈 包围了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这点小算盘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然后他谈的这些东西 咱们可以聊一聊 首先 G20主席国的成就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象征 啥意思呢 你印度呢 可以当我下属 如果呢 你给我好好当下属的话呢 那我就给你国际上露脸的机会 你就在国际上可以当领导了 可以当决策者了 就这么简单 你看中国 他不想给我当下属 是不是 那想跟我对抗呢 咱们一块对抗他 到时候呢 咱把他给捏了 捏了之后呢 怎么办啊 分他的土地 分他的人嘛 对不对 你不想搞一个什么大坡罗多吗 到时候你首都搬到北京去 或者搬到长安去 都可以 报了那谁 当年王玄策 一人灭一国的那种耻辱 对不对 你 把长安占了 这不挺好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主要成就 所以现在呢 美国这个舆论环境是这个 我西方呢 依旧是主导地位啊 不管怎么着 照着镜子跟你说 布林肯照着镜子呢 啊 镜子里边这边是一个布林肯 没胡子的 为啥没胡子 大家知道啊 底下可能缺一个玩意儿 他呢说 你看印度呢 甘愿当我的下属 他是好孩子 中国呢 跟我对抗 他是坏孩子 好孩子呢 咱们要帮助 坏孩子怎么办啊 坏孩子怎么办 大家猜一看啊 这么一回事 所以G20主席国的成就 双方就开始聊 还有呢 印度和中东的走廊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印度经阿拉伯海 跟沙特跟阿联酋呢 搞好关系 有人说呢 印度教的民族主义 践踏了在印度穆斯林的权利 然后呢 肯定与沙特呢 之间不合 而且呢 又是逊敌派的 这里边肯定有事 这个里边怎么点评呢 大野猫认为呢 伊斯兰教 你别指望太多 宗教信仰和文化 这些东西 在政治斗争当中 不要指望太多 你说巴勒斯坦这个事 沙特真正的关心吗 他根本就不关心 他想把这个东西当筹码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沙特跟印度的合作呢 是有基础的 沙特呢 也希望跟印度合作 搞多元外交嘛 只是沙特呢 不想站队 但是美国特别希望 沙特跟自己站队 还跟冷战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美国想 想打的这些东西嘛 对不对 这个里边有没有困难 有困难 困难不在印度 印度教民族主义 跟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跟这不是这个 有困难是啥呢 沙特这个铁路呢 是中铁十八局建的 印度自己的铁路 都搞不明白呢 然后还给沙特修铁路 我说你疯了你啊 你这个东西 你看印度这高铁整的 日本说给印度修高铁 修十年了都没修清楚 对不对 然后印度现在要给沙特修高铁 我说你疯了你啊 这个东西 你别说三年竣工了 三十年不知道 能不能成名 都那么回事呢 你看印度那个阿穷坦克 那个光辉战斗机 1980年代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比中国的歼7 比中国的歼8 那要高的 结果呢 结果到了三十年之后 一服役 服役马上就开始落后 对不对 这就是印度 所以这是困难 他自己他不成事 你知道吧 东欧经济走廊 是怎么回事呢 东欧这些国家呢 现在普遍的反华 有几个原因啊 头一个原因是啥呢 是白人至上 自己发展不起来了 就搞点民族主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啥呢 是基督教啊 基督教是Jesus 是Hallelujah 是这个 第三个啥呢 这些国家呢 都有一些所谓的红色经历啊 这些红色经历呢 对于这些国家的民族来说呢 都不太好啊 这些经历呢 一般的都是被那只大红熊啊 舔 反复的舔 那只熊是谁呢 大家也知道啊 反复的舔 这么一回事 所以他认为中国呢 也跟那只熊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中国也是那只熊 只不过呢 品种不同 俄罗斯的呢 是勘察家宗熊 中国呢 是乌苏李宗熊 但人家不管 反正长得模样 跟宗熊都差不多 都一二的 所以东欧呢 是比较反华的 所以呢 拉拢印度呢 在他们眼里 是理所应当嘛 第四个就是基建 基建这个东西呢 很好说 美国标准 美国标准是透明 可持续的和高标准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标准 顶上有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就是透明的 可持续的 高标准的 你问这个高标准 可能可持续透明的是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 就会告诉你 这是透明的 可持续的 高标准的 这是他的名字 你知道吧 就比如说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陈广源 那你说啊 陈广源啥意思 不管 我的名字就叫陈广源 就行了 就是美国基建 那就名字 就是透明的 可持续的高标准的 就是这个名字 大家不要 不要有那啥 不要有疑问 就这么简单啊 二加二的会议 就双边关系呢 已经比较深入了 国防部长跟外长嘛 美国这边就是国务卿 跟这谁嘛 跟黑子嘛 对吧 然后国防太空清洁能源的合作 这些东西哪一个 不是针对中国啊 你能挑出这一个东西 不是针对中国吗 苏杰生跟布林肯 谈的这些东西 不是坦诚的交换了意见 而是实打实的在这交流 他们交流的是什么 如何对抗中国呀 闹着玩呢 这事啊 然后咱回到加拿大这件事 你硬趁着这个 他们谈了什么 再回到加拿大这件事 加拿大这件事是这个 印度派了特工远程打击成功 干掉了加拿大西科教的领袖 加拿大认为印度你这么干 属于国家恐怖主义 然后呢 希望美国出面 为他申冤 加拿大因为这个事呢 就像一小姑娘 在世界上哭天抹乐啊 真是可怜 但是呢 路透社有报道 路透社怎么说的呢 布林肯与苏杰生呢 谈了这件事 就布林肯的苏杰生谈了 就小苏啊 这个事咱这么看啊 你这个事有点不太光彩 希望呢 你跟他配合一下调查 你们俩私了了 很正常 这这事不是什么大事 我这块就不说了 提个醒就行了 这就是布林肯跟苏杰生谈的 但是呢 没有出现在双边的声明上 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为什么 因为呢 美国认为这件事呢 它很重要 但是 但是仅仅停留在书面上 这就不行了 美国认为啥呢 反映了印度注意了 很正常嘛 对不对 没有出现在双边的声明上 美国这边声明没有 这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号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声明是可以写双份的 什么叫写双份呢 就印度写印度的 美国写美国的 核心的东西大家一致 但是印度呢 写他自己想要写的 美国自己写美国自己的 这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们看马尔他峰会 马尔他峰会中美之间 他都写了啥 中国这边说双方谈了 然后说台湾是底线 然后就没下文了 美国这边说啥玩 说双方谈了 然后又谈什么台海和平 南海朝鲜的 俄罗斯 乌克兰的 尼日尔缅甸的 写的就不一样 美国写了一大堆东西 你能看到啊双边都谈了啥 就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是这个 这个声明是啥 只要核心的不变 双方都可以随便在里边 添油加醋 为自己的这些宣传嘛 可见美国在这边 他自己都没有把加拿大 这些东西写进去 本来他是可以这么做的 但是呢 他说这件事重要 但是没重要到那种程度 所以他不去写 很显然 加拿大呢 被冷落了 被无情的抛弃了 这个里边说明啥呢 哎 这里边说明四件事 头一件事呢 对于中美对抗 加拿大不重要 印度很重要 美国在这一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 果断的选择了顾全大局 果断的选择了印度 而没有选择加拿大 什么意思 给世界传递信号 谁是我的主要敌人 中国是我的主要敌人 谁是我的合作伙伴 印度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们不会因为这件小事 或者这件不大不小的事 会伤害于我们 我和印度之间的合作 加拿大 你不要随便在这给我闹 你现在呢 需要跟印度私底下 好好结了这件事 否则 我对你能做出什么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个是美国传达出来的信息 第二个呢 是加拿大自己不成事 什么叫加拿大自己不成事呢 本来这件事吧 不应该发生 本来不应该发生 为啥呢 首先呢 不会抄作业 怎么就不会抄作业呢 美国的情报部门 已经把印度特工想要干的事呢 给五眼联盟那些成员呢 派发了 也就是说 美国一直在监听印度 印度知不知道这事呢 大概率是知道的 但是呢 这个事是啥呢 美国的西科教领袖 在FBI的这种帮助之下 然后呢 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加拿大呢 连这个作业都不会抄 最后呢 真的叫印度特工给得手了 这个事就不太好办了 你说这事等于什么 美国给了你情报了 叫你保护 教你怎么保护 你自己不会保护 然后最后你还 跑到世界上去申冤 跑到世界上去哭诉 这个东西等于啥 自己的门牙打掉 都给我咽进去 赶紧给我忍了 顾全大局 整个的盟友 这个集团在与中国对抗 别在这给我扯门用的 这就是加拿大应该做的 但是那不是的呀 他非得把这水搅浑呢 他非得要自己 声张自己的正义 为了自己的选举啊 那这是加拿大自己 首先不成事 第二点是什么呢 最近加拿大很冒出个事来 请了一名老的 二战的纳粹的战犯 跑到国会去了 然而说这是加拿大的英雄 是乌克兰的英雄 这种事是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你的议会在这种事 你不进行好好的政治审查 硬是把这人拽进来了 这就是你加拿大不对了 你加拿大议会公然支持 纳粹战犯 这件事 你说你说布林肯怎么支持你 在这个结构眼里 怎么替你说话 肯定不会替你说话 这是你加拿大自己不成事 你自己作死 你自己作死 那我为什么还要配合你 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点 第三点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可以休战 中场休息是可以的 短暂的缓和是可以的 为了选举休战是可以的 但是长期的缓和是不可能的 你看看美国和印度 今天谈的这个东西 处处针对中国 而且处处都是那种长一晚的那种策划 也就是说什么呢 美国为了选举 短暂的中场休息 跟中国谈了一下子 这是可以的 但是长期的中美之间的对抗 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个大家呢 不要抱有幻想 谁说说美国跟中国够和 不可能够和 对抗是常态 为什么 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什么东西 我们管的叫结构性矛盾 美国呢 不想放弃霸权 中国人要过好日子 但是中国人过好日子 一定会超越美国 美国不想让中国超越他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这种复杂关系 这个复杂关系要么中国投降 要么美国放弃霸权 你觉得美国会放弃霸权吗 你觉得中国会投降吗 肯定不可能 如果肯定不可能的话 那么双方一定会斗下去 最后分出个胜负 或者达到某种形态的平衡 这个东西 美国是不会放弃的 中国也不会放弃 所以双方的缓和 要么只是暂时的 要么只是为了选举 或者某一个目的 他不会长期缓和 在某种平衡达到之前 或者分出胜负之前 不会有缓和的迹象 主要的是斗争 这个是中美 通过美国和印度的谈话 美国印度谈的项目 我们就可以分析到这一点 同时呢 美国在加拿大这件事上表态 我们也可以分析到这一点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印度 印度这个是什么呢 只要中国不投降 印度对于美国 依旧是拉拢的对象 等于什么 美国这一次 在加拿大印度之间的操作 给大家展示了 展示了什么东西呢 美国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实际利益 而放弃价值观 价值观的目的是为了攫取利益 价值观的目的 不是为了人或者个人的升华 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价值观只是一个工具 之前呢 可以藏着掖着 但是除了这个 加拿大这样猪一样的队友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美国彻底的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了当的说 我现在价值观就是工具 我拿价值观就是为了利益 在利益面前可以放弃价值观 这就是美国所想达到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对于中美对抗 加拿大不重要 印度很重要 加拿大自己不成事 造就了最后 美国不会与它站队 第三个 中美可以休战 但是缓和不太可能 第四个 只要对于印度来说 只要中国不投降 印度对于美国永远是拉拢对象 美国可以放弃价值观 追求自己的实际利益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 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